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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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所有在场的弟兄姐妹朋友们 大家好 還有在網路上观看的朋友们 我是李斯嘉 歡迎大家來到Black Hawk 的 华语崇拜 我是华语崇拜讲道成员之一 还有我也是华语部的关怀的负责人 我们今年夏天的讲道系列呢 是耶稣的比喻 大概我们有十讲 今天是第三讲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 在前几次的教导当中呢 我们讲的说比喻就是小故事 那小故事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 也有很多这种小故事啊 愚公移山啊 但是我们也学习到很多时候呢 我们很容易在这些小故事当中 化蛇天竹 给他加了很多很多的意思 所以呢我们在学习 在听这种耶稣的这些小故事里面呢 这些比喻里面我们自己要小心 我们经过圣经的教导啊 我们看整个的context 整个上下文 还有重神来 还有圣灵给我们的一些智慧 让我们懂得怎么样去平衡 抓到这个小故事的主要的意义 是什么东西 那最重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呢 我们也学习到就是说 这些比喻其实是耶稣在讲神 就是天国的这个概念 所以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呢 其实是想要唤醒我们的好奇心 然后激发呢 我们有那个想要去询问的 想要我们更深沉想要去知道 所以这些就是主要是要激发我们的回应 那这些的我们的我们想要问更深的问题 还有我们想要我们渴望与神建立更深的关系 耶稣的这些比喻还有另外一个 我觉得是一直在挑战我们 等于是颠覆我们整个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整个的世界观 我儿子安安小的时候 大概三岁左右 他的妹妹大概只有半岁 还在小的那个手提的那个crib 小摇篮里面 那有一天大概是冬天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知道在Madison 没什么事情做 所以呢我就带他们去Eagle Heights的那个community center 这已经是二十多年前了 透露我的年龄了 这二十多年前的那个Eagle Heights 我记得那时候community center中间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什么改变 但中间就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 然后就是让大家在那边玩 那我就带着他们两个呢 去那边跟朋友一起碰面 那我们就是柔柔在一个小crib里面 然后安安就在周围 我们在那边跟朋友一起聊天 安安就在周围玩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忽然发现 因为我想我们做母亲的 大家都会有一些 就是你大概都会知道你的孩子在哪里 那我忽然就意识到安安不见了 然后我当然就开始寻找啊 然后所有的 他们有一些教室对不对 然后我整个教室都翻片了 都没有 我的朋友也开始帮我找 然后我就那时候因为冬天嘛 所以安安的夹克在我的手上 所以呢 我就跑到外面去找 我就沿着那个community center 就一直叫他的名字 然后都没有 然后我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们准备进来 就是在那个front desk 就准备要打电话叫警察了 这时候有一个妇人 她就牵着安安的手 她就牵着安安的手进来 所以那时候 就你们都能想象 就是我看到她的时候那种喜悦 所以当然周围的朋友 也非常非常高兴 因为我们找到她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比喻呢 我们是第三讲 所以我们还有七个不一样的比喻 所以我们先来看 我们就来看经文 OK 这个经文呢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 第一节到十节 我先来念 诗羊的比喻 众税吏和罪人都接近耶稣 要听他讲道 法利塞人和经学家 纷纷议论说 这个人接待罪人 又和他们一起吃饭 耶稣就对他们讲了这个比喻 说 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 失去一只 不把九十九只留在旷野 去寻找那失落的 直到找到呢 既找着了 就欢欢喜喜地放在肩上 回到家里 请朋友邻舍来 对他们说 请大家和我一同欢乐 因为我失去的羊 已经找到了 我告诉你们 因为一个罪人悔改 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乐 比为九十九个 不用悔改的一人 欢乐更大 第八节 或是一个女人 有十个银币 银币原文是拉克马 那时候是相当于一天的工钱 失去一个 哪能不点上灯 打扫屋子细细地找 直到找着呢 既找着了 就请朋友邻舍来说 请大家和我一同欢乐 因为我失去的那个银币 已经找到了 我告诉你们 因为一个人 一个罪人悔改 神的使者 也必这样为他欢乐 所以这很明显 我刚刚讲到我儿子的诗 迷诗 所以其实在路加福音里面 接下去还有一个 就是浪子回头 The Prodigal Son 那这三个呢 是基本上是连在一起的比喻 但主要都爱讲诗而复得 还有 我们等一下会接下去看 就是说神的天国 还有天国整个的这个 怎么样为这件事情的庆祝 那我先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的 这两个比喻里面 一开始他就讲到 就是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 教导的时候 他的观众 他在说这些观众是什么 那我们要知道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 圣经是为我们而写 但是是不是对着我们写的 所以我们在了解这些东西的时候 上下文啊 当时的观众是怎么想的啊 他们的文化背景是什么啊 观众是谁啊 所以都很重要 所以第一个观众 他其实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就是 罪人 还有税吏 那税吏呢 在当时是非常不受欢迎的 因为税吏是收税的人嘛 收税的人是为罗马人做事情的 所以当时犹太人非常痛恨他们 他们是犹太人 但是为罗马政府做事 第二个他就讲的是罪人 其实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罪人的那个盖锅非常非常的广 什么叫罪人 所以罪人的意思就是 他们的时候是非常 这社会阶层非常的低下的 那这个等于是不受当时犹太教或者说这些宗教团体的接受 叫罪人 那我想我们如果当时在 在当时的 因为我们算是外邦人 所以我们也算是罪人的一群 然后第二个就是 法利赛人还有文士 然后这些人呢都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自人清高 然后议论纷纷 看着耶稣讲天国的事情非常不爽的这一群人 所以我们看得到就是一个非常高高在上的人 然后剩下的这一群族群 那这两个比喻呢 我先我们在走进更深入的时候 我先提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他有一个keyword 他有一个字 字眼 那其实很清楚他讲的就是迷失 对不对 一个迷失的羔羊 迷失的钱币 那迷失这个呢 因为我们我刚刚说我们的观众是什么 所以这很明显的呢 耶稣讲的这个迷失就是不信 不信 不接受耶稣的人 不接受基督耶稣的人 那我们作为基督徒 或者说我们接受耶稣 我们是耶稣的跟随者 但是我们事实上我们都尘世迷失的人 我想我们也是 即使是现在 我自己我知道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如果受到 这个生活生命或者社会上的一些 distraction 就是我们会被这些世俗的东西 我们可能会失去 我们还是会 我们还是会迷失 那我是这样想 我觉得我常常在想我儿子三岁的时候 当他走丢的时候 所以他是自己 因为他觉得他找不到我 所以他就走出去 他走出大门 后来是人家是在那个community center的附近的大的dumpster 旁边看到找到他的 把他带回来的 那对我 我在常常在想 对在他一个三岁的这个年龄 他迷失的时候 他心中的那些恐慌和害怕 他一定很恐慌 那我们这么长这么大 我觉得我们长大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定有多多少少有这种经验 就是我们走错路啊 开错车啊 或什么 我们多少都会用呢 所以其实迷失是一件非常不安的事 虽然是这样子 可是我们也没有人愿意指着鼻子 比如说我对一个三岁的安安说 你怎么搞的啊 怎么会走丢呢 我就在这边怎么搞不清楚 所以没有人愿意被人指着鼻子说 你就是一个迷失的羔羊 你还不赶快回头是岸 基本上人是不愿意 所以这个字眼其实是非常church 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在教会啊 宗教上面会说的 那第二个呢 是一个概念 就是说这个比喻带出的意思 意义是什么 那就是这个叫传福音 传福音这个英文叫evangelize 那evangelize这个传教这个 是一个非常passion 就是要非常热切地去表达 去传达这个东西 那我说我的经验好了 我算是比较幸运 我小的时候我爸爸 因为我爸是在芝加哥医院受训 然后他回到台湾以后呢 他就知道带我们去那个福音 就是小孩子的儿童 儿童的那些 就是专门给小朋友上课的那些 但是在小朋友上课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拿到很多的糖果 所以我爸常常早上的 礼拜天早上他就把我们丢在那边 然后我不知道他自己去哪里了 但是呢 所以我算是对圣经有一点点接触的 但是等我长大以后 我常常到台北的东区呢 那时候的街头步道 非常非常的 就是在台北时 台北是非常的 就是popular 就是很多人是做街头步道的 那在街头步道呢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它有大标语 然后还有一个大喇叭 然后他就会说 天国将尽 赶快悔改 信耶稣者得永生 不幸的下地 被定罪下地狱 我那时候 虽然说我自己对圣经有一些概念 但是其实这个东西 对我带来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就是一个恐惧 我觉得我就是非常非常的害怕 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 就是在福音这个字眼 在希腊文叫Yong Galeon 它的这个字眼 其实非常非常的生活化 它其实翻译过来 就是叫好消息 那我们仔细想想 其实我们天生都很喜欢分享好消息 好吃的 好玩的 对不对 好喝的 有好的体育队 有好的什么工作 有好的股票 好的东西 我们都特别喜欢去跟人家分享 不管是我们认识的不认识的都一样 比如说我和我先生Chris 我们常常会去国家公园 或者说我们会喜欢找那种秘密的 比较隐秘的那些步道去走 那我们都很想要跟我们的好朋友说 这个步道特别特别棒 或者我们走在这些步道上面 没有什么人 然后人家会问我们说 快到了吗 快到了 我们会说快到了 特别漂亮 那为什么我们会很想要分享好消息 因为我们自己的生命 深深地受到影响 受到感动 受到改变 所以我们很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希望去造福这些人 我们希望别人也受益 所以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天生的步道家 那我们接下来看 仔细地来看 为什么传福音给不信耶稣的人 是这么重要的事情 OK 我们先从几节经文来看 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迷失的羊 他说既找着了 就欢欢喜喜地放在肩上 回到家里 请朋友临摄来 对他们说 请大家和我一同欢乐 因为我失去的羊已经找到了 我告诉你们 因为一个罪人悔改 天上也要为他这样欢乐 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一人 欢乐更大 再下来 这个是银币的 既找着了 就请朋友临摄来 说 请大家和我一同欢乐 因为我失去的那个银币 已经找着了 我告诉你们 因为一个罪人悔改 神的使者也必这样为他欢乐 那这两个比喻里面 有一个非常大的共通点 就是当失而复得的时候 天国在为这件事情的欢乐 这是他们的共同点 那我就会想啊 我当时看到这个妇人 牵着安安手进来的时候 我跟你讲 我那时候 我简直无法想 就是喜极而弃 我都觉得以中国人那种 就是你都好像 你想要跟他跪下来 跟他磕头 要谢谢他的那种感动 真的就是一种 非常非常大的感动 所以当我这样想 我自己心里有这样的感动 安安是我的儿子 我看他比我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那我看到神 为了一个失去的 失而复得的 我无法想象 神对我们的爱 还有他失而复得 看到一个生命 一个迷失的生命 走回他的国度的时候 愿意跟他和好 愿意跟他重建信心的 那种喜乐 我觉得我们几乎作为一个人 我们好像 我们都无法理解 可是我知道 当我看到 我的安安回来的时候 我心里的那个大喜乐 我觉得这是神 让我们看到的 我还看到另外一个 就是他一直讲 他说找到的这只羊 是比那99个人还要开心 但是如果我是那个99只羊 我看到我的主人 我的牧羊人 为了一个失去的 去寻仇的时候 会让我非常安心 因为我知道 当有一天我迷失的时候 我的牧羊人会去这样的找我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 信心的鼓励 那我们来看 Timothy 提摩太书 他这样写 他说 在我们的救主 神看来这是美好的 可蒙悦纳的 他愿意万人得救 并且充分认识真理 这是让神喜悦 让天国欢呼的 那我们跟随耶稣的人 我们的心思意念 都是想要活得更像神 对不对 我们要把神的形象活出来 我们希望我们更像耶稣 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祷告 读经 忏悔 服侍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 因为这是我们的 我们在收取 我们在我们的灵命生活里面 我们在收取营养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一件事情 就是真正让神大喜乐的 是看到一个迷失的生命 然后走回到他的天国里面 路加福音这三个比喻 是在整个圣经里面 唯一形容到神的rejoice 就是神的大喜乐 这是唯一的地方 在形容神得到 神看到 迷失 然后走回到自己家园的 这些生命的时候 他的大喜乐 这是为什么我们教会 还有我们的华人团契 我们特别特别的庆祝 洗礼 因为我们在跟着神的家 还有跟神的家庭 跟神的弟兄姐妹 一起庆祝 事而复得的生命 那神呢 耶稣的爱 是所有人的爱 耶稣没有只爱 成为基督徒的人 神爱的是 神爱是人 那我们人呢 我们是物以类聚的人 我们爱 我们爱我们喜欢的人 因为爱自己喜欢的人 爱自己爱的人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朋友 是比较容易的事情 也是合我心意的事情 这种合我心意的 其实会养成一种惰性 让我们在这个舒适圈里面 我们觉得很舒服 而教会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舒适圈 教会让我们觉得安逸 我们觉得我们来教会 我们听讲到 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一起 我们一起有社交的活动 我们在教会里面觉得被喂养 所以当我们安逸的时候呢 我们就忘记了 我们忘了 我们要回出神的形象 我们也忘了 让神喜悦 庆祝 欢喜 的事情 是 看到迷失的羊 回到神的国度里 让我告诉你 所有的迷失羊 都住在 教会的外面 我想这个 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呢 就是在讲出 为什么 我们传福音 给迷失的人 是这么的重要 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意向 给我们的旨意 那当然啦 下一个就是大家就会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简单地提供两个问题 还有两个工具 第一个问题 你花时间 和谁在一起 我们花时间 跟谁在一起 当然大家都知道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啦 所以你也会说 那是跟非基督徒在一起 耶稣是神的儿子 但是他也是活生生的一个人 耶稣在地球上 在这个世界上走跳的时候 他的所有时间 都是花在 跟社会低阶层的人 在一起 一些被这些 宗教团体不接受 边缘人在一起 这其实也是我们的使命 这我们做基督徒的使命啊 我们也应该那样子啊 我们要花的时间 不光只是跟我们的家庭人 我们神的家庭人 还是要跟 我们要是要跟外面的人 因为这些人 每一个人 都是对我们很重要 对我们生命很重要的人 因为是对神很重要的人 自然就是对我们很重要的人 花时间 是用我们的心 去仔细地去聆听 聆听这些人内心的渴求 他们的渴望 然后我们用心 用神的真理 还有耶稣的爱 去回应 去满足 去配合 他们的需要 第二个 你为谁祷告 我相信基督徒 祷告的生命是 就像我们平常喝水 吃饭 呼吸一样 祷告是非常重要 我相信我们很多人 都在这为这个世界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 我们的政府 我们这些 求神怜悯 怜悯这些人 但我在这边要提醒大家 一件事情 请为我们自己祷告 让我们 懂得怎么样 用神的怜悯 让我用神的怜悯 去爱别人 让我有敏感的认知 让我能知道 人的需要 让我能放下 我的骄傲 然后去说出 神喜悦的话 这是我们的祷告 我在做关怀事工里面 我很少有带什么经文 我没有 但是我非常的知道 我每一次在跟人相处的时候 因为我在我周围的 很多我的家人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这种 共同的 我们的家人朋友 尤其是在国内 或在台湾的 就是我们自己来的地方 香港啊 这些地方 我们很多的人 都不是基督徒 但是我每次在面对人的时候 我非常非常知道 圣灵的带领非常重要 所以我在祷告 还有顺服圣灵的带领 这一点非常 对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知道我只是神的一个工具 如果今天 神让我开了一扇窗 在门里面开了一个小缝隙 在菜里面撒了一点盐 神就已经回应我的祷告了 有时候我忽然会想到要想要 message或text一个人 其实有时候真的非常的奇妙 他的时间就perfect 这个人的需求在这个时候 就是perfect 这是圣灵的一个带领 但是我也可以告诉你 很多很多时候 我走到跟人在相处的时候 我不知所措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可能说的多了 还打翻一锅粥的 这种都有 但是我非常知道的一件事情 就是救恩不在于我 救恩在于主基督 耶稣不是我 我只是一个非常不完美的人 但是我愿意 因为我想要取悦神 我想要活出神的形象 我只是神用的一个工具而已 当我们迫切祷告的时候 我们与主密切相连 这时候真正是我们能让神用的时候 OK 接下来呢 有两个工具 有两个方式 我觉得很好 第一个就是你的故事 我的故事 我们的生命 我先承认一件事情 很多人都觉得我好像伶牙俐齿 讲话非常有程序 都知道怎么样表达 可是我在传福音上 非常非常的笨拙 其实这一件事情 我一直想了很久 我想为什么 我没有办法真正用语言来传福音 我后来想想 这不是借口 就是我觉得神的救恩 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形容这个 但是我非常感恩的呢 我觉得神在我的心里 就是在关怀上面 给我非常大的一个感动 所以在关怀上面 当我跟人相处的时候呢 总会有到一个时候 人会问我说我的故事 我怎么样面对生命上的很多的挑战 很多的痛苦 那我的一个原则就是 当人家问你问题的时候 这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这扇门就大开 新的门就大开了 这时候我的分享 就是我把我自己的软弱 我生命上的软弱 但是怎么样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 让我刚强 这是我们生命 用生命来传福音 做见证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方式 第二个 就是我们的教会 我刚刚说了 教会其实是我们很容易 觉得很安逸的地方 对不对 我们来到教会里面 我们觉得被喂养 我们在这边觉得很舒服 这是我们的舒适圈 可是这不是我们的舒适圈 当我们在这个地方被喂养的时候 我们的使命是我们出去去喂养别人 我知道我们在华语部 很多的弟兄姐妹 不断地带领人来到我们的教会 来到我们的生命小组 让他们来见证 看到我们的生命的改变 然后他们也想要在生命上改变 你知道吗 当我们看到一个迷失的羔羊 回到神的国度 我们应该觉得改变 我们的生命要受改变 我们要觉得激励 因为我们应该跟神一样 我们要欢喜 这是对我们来讲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激励 我们Black Hawk可能在平常 这些都是平常 也都会有开课 然后有一些是教导的课程 有一些是 比如说把一些比较有争议性的话题 拿到台面上来 大家一起谈论 像我们的Love Medicine 还有夏天的时候放电影 我们今年也会放 详细的资料会 接下来几个礼拜都会 我们放电影以后 然后那个礼拜天 我们来讨论这个电影的意义 是什么东西 我们华语部 我们也开课 我们上课 我们给大家探讨一些不同的主题 还有就是夏天 我们刚刚看到夏天的这些 欢迎学生 新的学生 新的学者 还有我们新年的这些晚会 这些其实不是针对 我们已经在教会的人 这些东西其实更是针对 还没有进教会 还不认识耶稣的人 然后这是我们的机会 去邀请这些人来进入 跟我们一起 我刚刚讲到神爱世人 他没有任何的条件 没有说你今天一定要认识耶稣 有一点点概念以后 你才能进教 No 这些课程 像我们上的那些 界限的课程 Boundary的课程 还有大教会里面 很多课程是针对所有人的 我常常说 耶稣在这个世界上 行走的时候 他没有开先修课 他的门徒没有在山下面 摆一个桌子 说你现在登记 有没有上过基督入门 才能上山去 听登山保训 没有人这样子的 所有的人都能来听耶稣讲到 那我们当我们看到 这个生命上有改变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们 我们跟着他们一起庆祝 刺激到我们自己的成长 让我们想要跟神更亲近 让我们在祷告中 我们在学习 我们怎么样利用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时间 去跟世人交流 我们去传讲这些好 我们去分享这些好消息 好东西 然后吸引他们 来到我们教会当中 他们的生命改变 他们的生命改变 我们又刺激我们 这是一个非常良性的 一个循环 这是为什么传福音 给不信主的人 是这么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们要跟神一样 欢喜快乐 OK 我刚刚讲 我儿子三岁时候走私的事情 现在快转十五年 我儿子安安十八岁 高中毕业的时候呢 我们决定我们一起去西岸 所以我们去了Yosemite 我们最后在周金山停留 我们在周金山的时候呢 我们就决定 我们想要租车 租脚踏车 骑从Downtown 就是从周金山的骑到金门大桥 这是我儿子 他那时候已经 差不多188公分了 那我们后来就租了车呢 就准备要骑 那这是当时我们要找路的情号 我当时其实想 这三个人 三个人三个方向 不知道我们要往哪走 其实我就应该心里有点数 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了 但后来我们就开始骑 然后这时候呢 你还可以看到三个人 安安 我老公还有女儿 然后骑着骑着骑着 我们就到金门大桥了 然后到金门大桥的时候 其实骑着骑着最后就剩下我老公我女儿 所以我们骑到金门大桥的时候 就是我 我老公还有 还有我女儿 柔柔 然后我们在那边就等一等啊 然后我们照相啊什么 然后十分钟过去了 二十分钟过去了 我们想 奇怪 怎么安安还不扔 我们就东早西早 因为她个儿很大 然后呢我就跟妹妹讲 我说你打个电话吧 就妹妹就打个电话 然后我背包里面就有响声了 然后我一想 当时不知道是她要去上厕所呢 还是什么的 她的背包就给我了 然后她的电话 她的ID 她的wallet 全部都在这个小背包里面 然后一下子我就慌了 然后十分钟过去 十分钟过去 我们怎么找也找不到她 我们上金门大桥就上了几次 怎么就是谁在那边 然后我先生还回过去骑回去 怎么找不都找不到 一个小时过去了 我们又准备打电话叫警察了 然后她慢慢悠悠出现了 她说她在半路上等我们 这个就是当时她出现的时候 妹妹超级开心 我们妹妹那时候 安安三岁走丢的时候 妹妹完全没有知觉 但是当安安十八岁走丢的时候 当她出现的时候 我们真的 然后我告诉你 没有她三岁走丢 跟她十八岁走丢 没有任何的差别 我那时候简直是 就是心慌意乱的不得了 当她出现的时候 就是那种袭击而起 你知道吗 圣经给我们的教导 是神的恩典还有怜悯 是非常慷慨的 非常慷慨 这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传福音的重要性 传福音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今天不管是我们是用生命 还是用我们的言语 来见证 来见证神 我的生命 因为耶稣基督的改变 我们能吸引更多的人 回到神的国度里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一直在找我们 你不放过我们每一个人 你得到每一个失去的生命 你都欢喜 你都迎接 我们也当如此 这应该是我们生命的使命 还有这些教会的异象 就是活出你的形象 神的形象 让我们做好土壤 好家族 还有好牧人 我们欢喜庆祝 每个十二父的生命 这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在这边 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们今天是 是圣餐日 你有邀